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毕业旅行 然后跟着朋友们一起过去 那个时候凤凰还很安静 给我们留了一个很美好的印象 那前几年我又和我们卡图摄影教育中心的同事们一起去了一趟凤凰 完全想不到的是凤凰已经一片喧嚣了 开发的很厉害 进去的时候要买门票 然后所有的房子好像都做了量化工程 所有的量化工程 就是把上面打上很多霓虹灯 挂上亮光的红灯笼等等 红灯笼我觉得还可以 但霓虹灯我觉得跟古城实在是不配 何况他们用明晃晃的探索灯 把整个建筑物都打得亮晃晃的 感觉是很奇怪的 到了晚上的时候 整个凤凰就一片喧嚣 里边叫卖的 然后招揽生意的 还有唱KTV的 越是那些唱歌唱得难听的 嗓门就越大 在里边鬼哭狼嚎 还觉得自己特别好听 我觉得他们是不是想让整个凤凰来旅行的人 都听到他的这个美丽的桑门 那在这个时候呢 就有很多人可能就退缩了 就觉得我白来凤凰了 我觉得这个地方不好 所以呢 我也老跟大家讲 就是说你旅行的时候 你看到的这个场景 包括我们有的职业摄影师 你在拍摄的时候 你所看到的这个场景 它是好是坏 其实跟你的心情很有关系 如果你觉得凤凰根本没有什么好看的了 已经被破坏的差不多了 那么很遗憾 你这一趟就真的只能看到一些负面的东西 但是呢 如果你能稳住你的心态 调整好你的心情的话 你依然能感受到这个古城啊 它在和这个新事物交融的过程中 虽然有些矛盾 但它依然有它自己的一个气质 你可以带着一丝遗憾进来 但是你不一定要带着一个负面的想法 来逛这个地方 所以呢 我到了这个地方以后 我觉得 哎呀 我很怀念那个十多年前 非常安静的那一个古城 然后呢 当所有人都在 狼杞的对面的河那边啊 买东西啊 在那里嘻嘻哈哈的笑的时候呢 我就说我先走一步啊 我先过去一下 因为我在河对面就远远的看到了 这边的这个吊脚楼的二层 还是三层来着 有这么一个酒吧 然后呢 这个酒吧呢 就叫往事酒吧 实际上 你看这边这灯笼叫往事 右边我还有一灯笼呢 这叫酒吧 但是我不需要它是酒吧 我只需要它是往事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从河对岸跑到这边来 然后又爬楼梯 登登登 爬到三层 然后再找到这个灯笼 把这个灯笼摆在我画面的左边 再搭上后边那些 本来很有历史的 现在充满着霓虹灯的 这一个凤凰的典型的廊桥 那么这样一来 整个画面搭配下来 就能表达我想表达的事情了 我不排斥它现在的这个状况 但是我也很怀念 曾经的安静的凤凰 所以这就是关于鸡尾的选择 你们应该能感觉到了 我们为什么选这个鸡尾 有很多的原因 刚才我说过几个原因了 有可能还是因为 我需要借用某些元素 来表达我的某些想法 那么我再举个例子 马群呢是非常胆小的 就你一过去 那马就基本上就跑了 所以跟这些动物 打交道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应该有一些这个技巧 包括这个牛群啊羊群啊 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想拍到它很近的样子 那么你就应该是猫的腰过去 你不能比它高太多 另外呢 你最好不要带些奇怪怪的东西 你把那个书包给放下来 把你三小架给放下 特别的长棍子东西都放下来 拿个小船机打到安静的模式 不要开闪光灯 然后偷偷的猫着腰的 走到这个草丛里面去 你的动作还不能像个贼似的 你要很大方的走过去 但是要很安静 不要让他们觉得有任何的威胁 这个马群呢 已经被我们的学员们 想拍了很多次了 但是每次一靠近就跑 最后呢 我就直冲冲的 进到了马群的正中央 你可以想象吗 我现在坐在这个马群的正中央 我的左右 前后 大概有十几匹马 就像他们两个姿势一样 围着我 就是一米来远 蹲低 然后伸过头来 甚至有的马呢 舔舔我的镜头 我想知道这到底什么玩意儿 那为什么我周围有这么多的马 我最终去选择了这两匹马拍照呢 也不是因为这两匹马真的特别的帅 他其实还被几个草挡着 我也没办法 只能这么拍了 但是为什么选择他俩呢 那原因是因为 他俩正好处于一个 祸口上 你看到了吗 左边右边各是一个山 都是一个山包包 只有他们俩站的这个位置 刚好是一个祸口 也就是说 只有往他们俩这个位置来拍的时候 这个天空啊 会成为马的背影 这个马呢 他的整个轮廓会基本上都处于天空中 这样一来呢 会显得很简洁 因为天空毕竟是很干净的 另外呢 就是显得马会很高大 往其他方向拍 这个马的背景就只是一个山体而已 它就没有这么漂亮了 所以辛辛苦苦的 为什么要跑到他们中间去 还不就是为了取一个 能比较特别的景 对不对 比你远远的拍那个马去 可能更有意思一点 我们为了一个比较好的试点 脚尽脑汁 有的摄影师甚至是会要下水的 对不对 我现在时间还听说 有人是这个 旅拍的时候 要求摄影师 站在海里边来 那个给他拍照片 还是怎么着 后来摄影师淹死了 这个想法是好的 换一个不同的机位来拍照 以前我们只知道说 新娘新郎站在水里边 我们摄影师从上面往下拍 那如果你反过来 这个摄影师站在海里边 然后新娘新娘站在岸上 当然会比较漂亮 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 是不是 那接下来这张照片 又是照路拍的 他拍摄了我们一位朋友 刘宜 站在这个厨房里面 做饭的时候一个样子 这个房子呢 是这个北京 典型的这个大宅院 老的这个胡同 深处 最里头的一个大宅院 这个胡同老了什么程度呢 我给你们形容一下 就这个巷子 往里走的时候 你会好几次都认为 走到了死胡同里 但是刚刚一转过去 你又会看到 还可以往前走 再一转过去 你又看到 还可以往前走 说这个地方吧 就连收破烂的往里走 我们这个朋友 跟我们形容 他这个小巷子吧 就说收破烂的 走到门口了 都会打退堂鼓 从来就没有人 会进到这个巷子的 最里头来 所以他就夜不庇护的 门大敞开 谁也不知道 这个地方还有房子 只是这么一个 大杂院的情况 那么如果你是站在 这个屋里边去拍 有一定的特点 因为这个屋里边 桌子凳子 都有点历史了 都很有意思 但是呢 赵璐却站在这个窗外来拍 一条大管道 从中央 像个大鼻子一样 一直延伸到地上来 然后呢 左右窗户一打开 上面充满着油污 窗户也是很老的样子 窗框也是很老的样子 里边一盏灯 透过这个 不太干净的这个纱窗 我们隐隐约约看到 有人在里边 在厨房里面 做点什么东西 低了头很专注的样子 你想想这幅画 是不是特别像富有画 他左边那个框里 框的是一个油烟机 右边那个框里 框的是一个人物 还有一盏灯 这是两个框架构图的 一个结合体 这么巧妙的这种构图 就是因为赵璐站队的位置 他没进门 或者说他进了门 他又退出来了 他站在外面来拍了这个画面 所以我们有时候 不得不佩服 女性的摄影师 在拍照的时候 她的观察能力 有时候远远强于 这个男性的摄影师 男性摄影师 思维比较僵化 而且急于求成 对生活的观察能力 就远不如女性 这一点上 男性的摄影师们 要加油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看 几张照片 这一张照片 是在窗户外拍摄 你可以想象 摄影师怎么拍的 摄影师可能就坐到前面 摄影师把相机伸出来 拍了这张照片 你看看有多绝 从这个角度来看 是一块玻璃为界 界外面有半个人脑袋 在看外面的场景 看外面是不是修路呢 为什么这个车不走了 里边呢 有三个人在睡觉 有一个人呢 在坐着 这个车后面呢 还有一个人啊 在那 在那爬弄那个泥土 我们再看看这个玻璃 玻璃上方还反射着树 反射着山体 甚至你还能看到一些 云的那个层次感 还有这个路啊 你看那条白色的玻璃上 反光那条白色的弧线 是那个路的那个栏杆 对吧 那个护栏的样子 所以呢 摄影师只是简单的 把相机移的个位置 从里边移到了外边 拍摄到了画面 就既能交代清楚主角 是这位男士 又能交代清楚 一二三四五 五位配角 他们的脸上的 因为重叠着一部分的 这个花草的这个导引 所以呢 看的不是特别的真切 同时呢 这个不真切 也就把他们放在了配角的位置上 不会抢主角的风头 要不然后边你看 姑娘还挺漂亮 万一很清楚 他就肯定抢了 这个主角的风头了 所以呢 这个反光呢 他也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同时还交代了环境 交代了这个自然风光 同时他还交代了 整个马路的环境 交代了这个自然的风貌 多好啊 这个构图 就是因为他改变了机位 十几厘米 二十几厘米的机位 就完全不同了 当然有的时候 我们机位没得选 比如说我们要去拍 这个上海的这个 江景的话 你如果想站得很高的位置 来拍摄呢 你可能没有几栋高楼 是可以选择的 你只能在那两三栋楼里面 随便挑一栋 买了门票上到顶 然后呢 你还要运气好 没有人跟你抢的位置 才能拍到这么好的景 但是你毕竟要有这样的意识 对不对 我看到无数的这个 拍上海的景 就是这样变拍的 拍的再好也就那样了 大家看得非常腻味了 我不得不说这个摄影师 拍这张照片的时候 运气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它正好呢 还处在一个很对的位置上 就是那个云啊 挡住了太阳 这个时候呢 一旦云挡住太阳 并且空气中 有些雾气的话 就会出现叮打耳光 所以你会看到那个阳光 从四面八方射出来 这个叮打耳光的 具体的生成条件 我们后面的风光摄影里面 会跟大家再详细地讲 好吧 我们再来看一张 赵露同学拍摄的照片 在这个画面里面 你可以看看多少元素啊 前面有一个人坐在椅子上 正在背体头 这个他的脑袋上面呢 那个老大爷是这个剃头师傅 剃头师傅的手呢 这个把这个推子 梳子压在他的头发上 非常的专注 这个背体头的人呢 他里面穿的是一件 相对比较时尚的T恤 对吧 跟老大爷相比的话 这已经够时尚的了 而且是短袖 然后他把这个水壶啊 套在自己的手上 放在一背上 背后是一块大木板 这个是墙面 这个墙面上呢 挂着挂历 2010年的挂历 我不知道你们看到的 这个字没有 这就交代了拍摄照片的时间 那这挂历上还有什么呢 有摩托车的广告 这摩托车呢 是重新的一大特点 而挂历下边呢 有一个三轮车 三轮车上还有一个大水桶 你可以想象吗 这个画面看上去 其实非常简单的 非常简洁的 但是这个画面里面 又有着很多很关键的元素 不管是三轮车 摩托车 这个2010年 椅子 这个茶杯 两位人物的衣服 两个人物的脸部表情 和这个推特和书子 这些关键的东西 有一个不少的 都出现这个画面里面 这个画面交代了时代背景 对不对 它交代了这个时代特征 它交代了这个人物的 具体的相貌 他们所做的这个职业 和他们现在的一个动作 这张照片 其实有很多的故事可说 但是画面 却依然是简洁的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简洁的画面 讲了不简单的故事 那么为什么会做到这样子呢 还不就是因为 它站到了正确的地方 它站到正确的位置 它避开了左右的其他的杂物 它只留下了 跟主题主体最相关的那些事物 那么我们看完这种生活画的画面以后 我们接下来再看一张航拍的照片 那这张照片是在比较高的一个位置拍摄的 你可以想象这个摄影者本身 他肯定也是在另一架飞机上 那么在这种移动的物体上拍摄的时候 请注意啊 不管你是坐飞机 坐轮船 还是坐火车 你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就是机位 由不得你自己来选择 这个时候呢 你就应该等待机位 等待我们的火车开到某个地方的时候 等待你眼前的那些物体 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排列的相貌的时候 你再按一下快门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里面呢 摄影师呢 等到了一张两个小珊瑚礁 和这个飞机呈现一条斜线的时候 三者连成一条线的时候 他才按下了快门 而等待这个海水 右下角是深蓝的 越往左 越接近那个沙滩 对不对 越浅 到了这个有深浅变化的时候 摄影师才按了快门 所以有的时候啊 尤其是在大家坐火车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如果你想拍远山的 想拍风景啊 如果你觉得机位不对的话 你可以等待你的火车 等待你的轮船行驶到合适的位置 你再来按一下快门 那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张赵鹿 在动物园里拍摄的画面 如果不说这是动物园的话 很多人恐怕都会认为 这是一个野外拍摄的画面吧 如果你仔细看一看 才知道里边是有些人造物体 那个树底下是个花坛 看见了吗 然后左下角好像还有一些栏杆 很远很远的有一些栏杆 所以赵鹿啊 他在这个思潮动物区里面 他走动的时候 他跑到了一个非常恰当的位置 来拍这张照片 在这个位置上呢 仰天拍的时候 由于背景光很强 所以这个画面会变成剪影 那变成剪影后 这头鹿 它的轮廓没有跟那个树重叠在一起 如果重叠在一起 咱就不知道它是不是鹿了 如果你还能勉强看出来 是一个动物的话 或者你会非常疑惑 它头顶上怎么长了一个爆炸头 树不能跟这个动物重叠在一起 所以你只能站在这个机位来拍摄它 另外呢 不知道大家观察到没有 这个树本身是个淘心的形状 这也只有在这个角度 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 那么赵鹿同学 能用这张照片来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他实际上就想说 这个鹿啊 站在这个上面 好像真的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 享受着这种自由一样 但是实际上呢 现实是非常残酷的 虽然它的姿态依然这么优美和狡介 但是这片草地毕竟不大 藏在树后的就是冷酷无情的铁栏杆 但是呢 作者可能最后有给我们留了一次希望 这个淘心呢 放在那个地方多多少少对我们有一些安慰 可能有人就会联想到 没关系的 我们还是有进步的 以前我们把动物关在铁笼子里面 经常喜欢搞什么动物表演 虐材动物 但现在好歹呢 越来越多的城市 开始建这个面积比较大的野生动物园了 还有些地方呢 是建了动物保护区的 人类毕竟还是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的 所以呢 它把这棵树放在了这个位置 而正好这棵树的背后又是太阳的方向 所以就像是有光从那个树后运营出来的一样 这个淘心就好像正在发着光 我讲了这么多 其实就是一个词 机位 相机所在的位置将对你的构图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这一刻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